2月28日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第四日 中共舉辦中美上海聯合公報 發表50週年紀念大會 中共外長王毅表示 中美關係的大門既然打開了 就不應該再關上 中美之間應該選擇對話和合作 要融合而不要脫勾 所謂的上海聯合公報 是指197月2月28日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上海和中共簽署的 美中兩國之間的一個聯合公報 標誌著兩國關係開始正常化 3月1日 官方媒體《光明日報》頭版 發表題為《中美關係合作共贏的大勢不可逆轉》的示好文章 3月2日 聯合國大會就烏克蘭局勢 召開緊急特別會議 以壓倒勝票數通過決議 譴責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要求莫斯科無條件撤軍 但中共在表決中棄權 在此之前2月25日 在聯合國安理會譴責俄羅斯的決議上 中共亦投了棄權票 中共支持默許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行為 令歐美國國紛紛為之側目 由於中共在貿易、技術和金融等方面依賴歐美 很多人認為 中共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前夕 跟俄羅斯高調簽署聯合聲明是一個失策 對於中共最近的一系列動作 獨立讚稿人諸葛明陽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這種左右搖擺的模糊動作 正說明北京當局的矛盾心理 一方面不能拋棄莫斯科這個盟友 另一方面又不敢真的得罪美國 他是想兩方面都不得罪 兩頭做好 但不可能做到